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的农村新闻 我是主播 吕大米 吉兰的农村水里会在四个车里 担了一场敬劳在的华冬 用手播的比赛 透过这项华冬 也可以电视我们早期农村建造的一些农举 让面穿着火感受 古早农村社会里面 传统的水中建造 播的辛苦 也可以退回到早期农家 对岐队的竞争 因为在比赛之前就要进行两个真重要的意识 先来拜拜 修身是拜餐头 农民播餐之前要拜土地公就叫做拜餐头 目的是继续土地公看过我们的餐馆 另外一个也很特别的意识叫做官餐门 这也是古早农村的习惯 在播餐结束之后 向土地公随着什么 拜拜说一些播餐结束的意思 拜好了后当然大人小孩 上街坚定又期待的 就是要来播餐子比赛了 今年分座的团体接力比赛 以及个人组的比赛 今年参加比赛的农民都很努力 只有宜兰水里会 农村站的人员 就有10队报名参加 二会都已经6、70回了 播餐的江湖 一个比一个还更厉害 大家都准备好了 楼山哪响就开始了 台湾伊兰农典水里会 播餐比赛 开始 感谢感谢 这个时候 有人在参加比赛 看山手哪会越薄越歪 哪看哪海淘 一会儿可以啊 这团是一团 一团 等会上 你也会播到我们 小小食小小啦 一会儿 他也还播过 一会儿 他怎么会往那里去 喂 我会整整齐了啦 整整齐走 都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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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你这练齐走 都会走 都会走 我会走 当然 加油的腰是比赛 在乘高川做餐減開菜店 小煎蔬菜的老闆更幸迪 母子帶來都讓他們站在餐花旅 幫爸爸加油 真是人感動 爸爸加油 爸爸啊 我們今天加油 我們今天快點了 我超好快啊 今年也有民間團隊報名參加 有一堆就是破到必須的決心 必死的決心 這是倩高川的雷雅隊裸卵隊 這隊由優勝京做的農夫造成的 四個隊員面對這麼強的阿伯阿公老西夫 他們心肝頭是怎麼想的 我們來聽其中的隊員 Over跟吳小雯阿伯他怎麼說 我們沒有想過要贏 我們只是要想怎麼輸得漂亮 你覺得一個來參加比賽 就是來準備丟臉的還有什麼 我估計人家第一名擦完的時候 我們大概才第二棒吧 高倫這隊最年輕 也是最肉腳的比賽結構 就是第一名啦 沒錯 從後面算過來第一名 無論如何有參與的日子 適合運動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說到補王仔比賽的關節 這就要請出兵信 苦水清神心來睡眠了 主要是基礎是固定的是 你五肌跟七肌 這中間最要標準的 不僅是沒有你扣分啦 因為主要是要有經濟的原因 不可以省藏啦 我們常常有你保障保障 保障的比賽你就不可以省藏了 請問財團 我們的遊戲規則裡面 有限制說不能向前行嗎 不然沒有這個規定 還有規定身高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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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都沒有規定 身高比較高的會不會比較不好猜啊 沒有啊 看你的腰力啊 好 大家都聽到了 原來寶莊沒分二歲 沒分南絸 沒分頭 Gel Teous 會給你使用 威 LOL 這才是重要的 不管是拜餐頭 也 Bee olurs班的餐門 它才是秋快等寶莊 在現代農村 都越來越久看到了 像這樣一個分歸戲 讓大家無論二歲到來參加或體驗 是真的難得 这一年一百的活动 今年你若是美国参加 没要紧 明年会记得两天报名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农村新闻 有任大米 现场彩虹报赏 走独农村小旅行 走独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你知道在花莲的复礼罗山村 有一个全台湾第一个有机示范村吗 在这个小村庄里面 有皮膛 有瀑布 还有大自然赐予的泥火山豆腐 尤其还保有最原始的环保建筑 相信在台湾很少能够一口气 看到这么多自然美景的地方 而罗山这个地方 其实就在花莲六十淡山的南边 一眼望过去 都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园 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巒美景 造就了罗山有机村 成为台湾最美丽的乡村之一 来花莲的罗山有机村 你最好多留一点时间 因为值得探访的秘境太多了 例如罗山人的后花园 罗山大鱼池 这里也叫做大皮塘 原本是个沼泽地 更早是用来灌溉农田 重要的水源之一 这些年来经过罗山有机村的努力营造 不但是在大皮塘中喂养了多种不同品种的生态鱼 在夏天秋天这两个季节 也可以欣赏到菱角生长的非常茂密的景象 另外这个大皮塘 也是许多野鸟最喜欢停留的漆地之一 其中又以置鸡最多 对于许多喜欢欣赏野鸟的朋友 绝对是首选之地 罗山村内还有另外一处天然美景 当你从台九县经过罗山有机村的时候 远远的你只要望向海岸山脉 你就可以看到一丝涓涓细流 在翠绿的山巒之间 欢迎着远处而来的朋友 这里就是罗山瀑布 它高达120公尺 也成为了罗山有机村的生命泉源 在这里还能看到最原始的环保建筑 陶葛杜 陶葛杜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隔热性强 这是因为泥土的化学性质关系 住起来冬暖夏凉清爽舒适 而这个罗山村里头的陶葛杜 也已经有80多年历史了 经过村民们共同努力 从最原先的割茅草 茅草加工 陶葛杜制作 防射整修到墙面粉刷等等工作 都是由罗山有机村自己一步一步修复完成的 也让罗山有机村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无独有机的生活态度 从住的地方就开始去实践了 再来美食的部分也要讲究原始美味 这就是大自然的恩赐 泥火山豆腐 这里的农民利用稻米修耕的时候 种植了快消失了的石淡这种黄豆品种 收成之后再利用最传统的工法 将石淡黄豆磨成浆 混入取代石膏的火山泥卤水 用最原始的方法做出了超美味 超天然的 无人工化合物的泥火山豆腐 居住在罗山有机村里的居民 他们为了保留这些美丽的景色 同心协力推动无独有机产业 把罗山村打造为全国第一个有机农业村 而且全年无休 供应无独有机农特产品给喜欢的朋友们 在透过水土保持局积极辅导营造 所以已经从一个淳朴的农村 跃上了世界休闲旅游的舞台 成为了现在很多游客们所向往的 无独有机乐活村 广告之后 大米就要带你走进罗山村 拜访这里的居民冷梦珍小姐 聊聊她和家人移居到这里的生活的故事 以及她身为罗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是如何掌握社区发展及生态永续工作的平衡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拜访台湾各地农村里头 务农朋友们的餐桌 从餐桌上听他们聊聊自己家人的故事 一路上听了许多农村的故事 当中也来到了花莲县的复礼乡 拜访台湾第一个有机示范村 罗山有机村 和当时担任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冷梦珍小姐 谈谈她从都市人移居到这里 要如何融入这么淳朴的农村 进而带动社区发展呢 谈谈这些人与土地最深的连结的精彩故事 所以你是算外来移民 对 我们六年前 六年前跟大家一样都是观光客 然后我们就来这边 玩过了以后呢 就很喜欢罗山 我们就当年我们六月 八月份来玩 我们十一月份就 鼓起勇气就满下这边了 这算是 也算是那种叫什么 昏了头的那个叫 一见钟情 然后马上就决定私定终生的那种 对 就是我们觉得 对 就是她了 我们一定要来这样子 为什么以前没有看过 也同样让你们很心动的 就你跟你老公 对 就两个人这么对眼 对这个地方这么对眼 对 第一次啊 对 这是个秘密 对 我不能说是我们最喜欢的秘密 没有 因为我们八月份那时候来的时候 刚好其实罗山村的旁边是六十弹山 所以我们在白天去看过了一整片山谷 都是黄色的金针花的时候 就已经很感动了 就没想到晚上啊 我们更感动的是满天心动 那我先生不是个很浪漫的人 可上那天晚上呢 自己看星星 看到凌晨两点钟 对 就这样 就这样子 我以为她会说一句很浪漫的话 没有没有 她就看星星 自己欣赏就是 她就自己欣赏 然后就默默地跟我讲说 其实来乡下种田好像也不错 然后我就说 是哦 好啊 那就来 然后我们就其实在 八月份了以后 我们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其实都 每个月都来这边 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我们本来预期 还要能够继续看到满天心斗 结果呢 那天下雨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就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就爬起来 真的外面就有芭蕉树 然后我就一面看书 一面听着雨滴落在芭蕉树上面 然后我就想说跟我老公说 好吧 那我们就来吧 在台北的生活完全 没有办法想象真的可以 有这样的情境 过这样的人生 可是那一切也可能 只是一两秒的幻觉啊 你真正来生活了之后 那个泡泡什么时候破掉过 就是很限制的 其实还好耶 就是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还蛮自得其乐 都会去找很多东西来玩 可是其实 真正有发现到 你刚刚讲泡泡 幻灭的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 我们当初原本以为 农业可以支持我们一家人 这件事情开始 为生这件事 对 我们真的会想说 来到乡下 是要希望能够从事有机农业 对 我们一开始的 设定的目标是这样子 结果我发现 因为我们这边 能够租到的有机田 其实因为 其实大家都还蛮健康的 所以也比较少能够 租到比较适合的田 对 那因为我们比较坚持是 农地要农用 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钱 是买来现在的这栋房子 所以我们没有 其实没有太多余的钱 可以再去买农地 所以我们就是用租的 对 那其实去租的 一开始租的地 没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也担心自己 其实没有办法 去耕种太大面积 因为一开始如果不懂 从完全伸手到 进去整个农业的话 我们会觉得小小的做 也许可以重重去学习 然后一直到 也许未来有机会 再慢慢的扩大这样子 所以租的田地面积 也确实是慢慢扩大的方式 大概可是所扩大到四分多 不多哦 我现在有点内行 我知道四分 对 真的不多 那养不了家 对 养不了家 难怪后来要开民宿 是这样子吗 对 民宿就真的 就是自己多的房间 开放出来 对 那可是 很有趣的 我们也觉得很棒的原因是 因为农业 其实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那也因为住宿的客人 我们也可以分享农业 对 这是我们觉得很棒的 很棒的东西 对 很棒的一个经验 那这样子的适应 看起来其实还算快了 对 所以你回到了刚刚说的 老人家很可爱这件事情 那是很大的助力是不是 对耶 我觉得我们都把他们 因为我们什么事情不懂 就问他们 包括你们不会种田耶 对 你们是来这里请教这些起老吗 对 而且就直接跟他们 就拜他们我当老师 那这个都在决定搬来这里 务农之前 也没先去想 是不是可以遇到很 很好的老师 对 没有 这些都不能去想的 都没有 啊 就是一个傲大就是 对 台译说傲大 对吧 对 就是 那我台译算不错 对对对 这个形容是贴切的 是 没错 因为你想太多了 你到最后 如果做真的太多的 专业的分析 可能就真的不会下来 那没有下来的话 其实就没有这一段 奇幻的旅程 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 我想要继续听 奇幻旅程 老人家的事 这也包括在 奇幻旅程里面 我知道 因为你来这边 第二年你就接了 这里的理事长 这里 第二年 第三年 第三年 因为你做了四年了嘛 对 我做了四年 明年第四年 其实刚刚从 进入这个有机村 它是一个感觉很 正经的一个牌楼 告诉你 你进入了有机村 这种正式的感觉 有别于 像是三只的 也是一个 类似有机的村庄 还有包括 宜兰的 行建有机村 对 这里 感觉特别的是一个 好像被框起来的 是一个 你感觉得到 它是有个范围的 对 那怎么会有 这么独特的 一种环境呢 没有 应该是说 我们当初被挑选成 有机示范村 它其实就是 一开始是跟地形 是有关系的 我们基本上是 三面环山 一个独立的 罗山瀑布的水源 先经过大面积的稻田 才到我们的 现在所在地的 比较集中的人口的地方 那其实 还有一个唯一的出口 那其实台湾 三面环山的地方 非常多 可是只要水源 是从另外一个地方 流到 一个村庄 流到另外一个村庄 它就比较难去 管控它的水的资源 有没有被污染啦 或者那我觉得 罗山村其实是 很得天独厚的 那所以在 我们村庄老人家 在民国86年的时候 就会陆陆续续 有好几个老人家 就自己开始 在做有机 对 很久以前 86年 他们等于是 上一代的人里面 自己自觉性的观念 觉得应该做有机的 对 然后我有跟他们聊过 说为什么你们会 想要这种有机 他就说 因为他们小时候 也是没有用这些农药 他一样可以种出 很棒的米 或是很棒的蔬菜 然后他们 当然他们自己 有因为可能风向的关系 不知道怎么了解 然后所以他们 其实自己有 有因为农药去中毒过 所以他们就一开始 有几个农民开始 就86年的时候 就开始来种 89年的时候 其实政府就有 发现到这件事情 然后开始 一开始是什么 我们这边是算三坡地 所以水土保持菊 花莲分局 其实有辅导 这边的硬体设备 比如说 我所谓硬体设备是指 比如说有些沟渠啦 河流啦 一些的硬体的部分 有进来 然后之后 农委会的农改厂 在也会 也跟着进来 开始辅导农民 真的来做有机 的这一块 就他评估以后 觉得 罗山春 大概一百多公顷的 稻田 他其实 说大不大 可是他可以变成 是一个数值 做参考 那说小的话 他也是可以 控制的一个范围 原来是这样 然后当然很多 单位的进来 的进驻 比如说我们的 营建署把整个 罗山春 去做重画 92年时候 做重画 对 所以看村庄 很简单 可是我们整个 污水处理地下化 然后整个 电缆是地下化 哦 难怪 对 看不到电线感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 那我们自己 很喜欢的意思是 政府这一块 还有居民这一块 他其实 我们的本质 他还是以农业为主 所以你进来 并不会有那种 违和感受 哦好像变得 以为是观光区 对对对 可是其实进来 后发现 他其实没有 对 他就是一般的农村 对 这是我们其实 很喜欢的这一块 尤其是前面 一整片的 特定稻田区 对真的 可是这里 想必假日观光人潮 其实是蛮多 不会吗 不会 还好耶 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自己 我的心情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还涉入了 有机村的运作 社区发展 对 社区发展 你看扯到发展两个字 你得扛一些 什么 什么有的没有 观光资源 什么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可是 那又相对的 带入了人潮的话 又影响到 真正的生活的本质 对 你的角色 刚好是会处理这两块 对 不过还好耶 因为我觉得 会来罗山村玩的游客 他其实自己 可能会对 有机这一块 是感兴趣的 对 那当然 他也会尊重 在地的老人家 包括老人家 可能在田里面 种田的时候 他们的 打招呼的方式 或者是认识的方式 其实是礼貌 对 我觉得那是很棒的 就是我觉得 应该游客 他自己就会先筛选 这个地方 比如说他想要热闹 他可能就会往墾丁啦 或者是花莲市走 那真的想要了解 罗山 他就会放慢脚步 去跟这边老人家 学习 或是打招呼 我们这边老人家 其实也许明天早上 有空的话 去走一走 然后人家看到你 会跟你打招呼 对 我觉得那是很棒的 一个特质 对 在复礼的周边 是 有没有类似像 罗山 有机村这样的 规模的农村 的农村 其实我觉得附近 都还不错耶 对 我们这边附近 有一个原住民的 丰南村 旁边有个石牌 对 其实我都觉得 还不错 但是 但是只有罗山是 被 规划成 有机村 对 有机示范村 对 有机示范村 所以只有这里了 整个花莲 对 目前只有 还是说连台东都一样 花东 花东 应该就走我们这边 你们就整个东边 都是吃下来了嘛 对 没有 可是我们那时候 一直在聊说 可能会希望把这样子的 规划或者是经验 对 可以慢慢的去复制到 别的村庄 对 这是我好奇的地方耶 因为 故事车 从宜兰出发的时候 开始 比如说 行建有机村 张美阿嬷 村长聊了的 那是因为 他从村长的角度 那慢慢慢慢 十年来这样子 慢慢耕耘 对 然后到了 一些比较偏乡的农村 像是桃园的三坑 然后再听到一些 其他农村的时候 有时候 农民们心里 他不是像这边这样子 是一群有志之士 大家一起生活 有个共识的生活 去耕耘这样 他们是先自己 先独善其身 当然也慢慢的 想要影响别人 那心里会有一个梦 那个梦就是 希望有一个 像有机村这样 是一个可以自己 自给自足也好 或者是共生的 然后他可以有 不同的产业 结合起来 等于是一个 很丰富的社群的生活 可是他又是 整个对土地 是友善的 甚至于 你们这里 直接就是 有机的条件 这样子 我们一开始也是 经历过很多的学习 因为毕竟还是有些 住在这边的村民 也会觉得 那为什么要这么严格 对 可是就是因为从 89年一路过来 慢慢的学习 可能是生产有机 开始先做生产 那当然农会的部分 也有很大的功劳 就是比如说 他先保障 因为人都是这样子 你要保障 让我的未来的 无语 我才能够 真的开始配合着做 所以一开始 其实是很多人的力量 来扶植整个 罗山有机村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的 当这样子 是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会觉得 像我就会觉得说 像我接的时候 大概是 有机村大概是 十年左右了 我会觉得 怎么样应该会是 从种植有机 开始去照顾到 就是我们就开始 连接到 我会觉得 其实老人家的照顾 跟小孩的照顾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对 就是从有机的 种植这一块 我们那时候看到的 或是老人家 我们怎么样让他 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小朋友如何 从有机的这一块 去 从有机这一块 再去感受到 整个环境 对 这是我们很想要做的 所以当我们接受 有理事长之后 所以你刚刚有聊到 怎么样去平衡 对 有机跟发展这一块 对我们来讲 不会太难啦 有 没有 不会太难的原因是 我们根本没有想要发展太多 我要去讲这一句话 等一下听众会吓一跳 好像很厉害 没有 不是 我要解释就是 我们会觉得 很多东西都还是要 回到人的本质 我觉得不管有机土地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人的本质 其实很重要 就难就难在拿捏啊 对 对啊 就你 尤其你刚好可以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拿捏这些 因为 即使大家都是在这个村子里面 可是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声音 觉得 多发展一点好啊 对对对 对啊 那那种 你又是一个外来的 对 移民 是 可是你经手了 在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刚刚讲 你到底是怎么玩的啊 你是怎么玩这些老人 跟小孩的项目 我很想听听看 在村里面玩些什么 应该这样讲好了 就是 呃 我一直用很崇拜的态度跟眼神 来看每一个老人家 哇 他们真的是宝贝 嗯 就是每一个都是 然后我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他们好棒 嗯 所以 你知道这些老人家都觉得我们很笨 哈哈哈哈 你会把他们当棒的 当明星 他们当然会觉得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很开心 嗯 对那我就觉得 我好喜欢看到老人家 很开心的 的样子 那我一直觉得 刚就回应大名这边来讲 就是我觉得社区发展协会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 架舞台的概念 嗯 那我的理事长的角色 并不是说我要夺 怎么把大家领导起来 或是规定大家做什么 我觉得我的角色应该是 去认识每一个人了以后 把他当作是一个主角 嗯 拉上这个舞台 嗯 对 就我我喜欢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些老人家其实 那我也希望 呃我也开始去分门 别类的去找 比如说有些老人家 我觉得他的某些的特质 是可以慢慢的去开发成 未来的观光的资财的时候 我也许就会慢慢的跟他聊 所以我觉得我他们每一个人 做的都会自己是擅长 而且喜欢的事情 而且是符合他本性 对 自然的发挥的东西 就像我觉得有些老人家 他真的不太会说话 嗯 可是他真的对稻米的眼神 去照顾他甜的那个样子 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比较的 嗯 那我就觉得 那就让他好好的跟稻米相处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 呃同一件事情 他就会有不同的人 来支持 大家都对有吉村 才会有向心理 嗯 而不是说 我今天可能让这个阿伯 自己种田 他又要跳出来 呃做行销 然后什么样的光芒 都在他身上 我倒觉得不是 嗯 如果他真的喜欢种田 那就好好的去种田 晚上可以好好休息 那有些大哥呢 他有些特质 是他好喜欢分享 嗯 每一个游客过来 他站在路边 都可以跟人家讲 两三个小时 我觉得他太棒了 嗯 他真的太适合 当社区的 的解说人员 当社区的友善的大使 嗯 那我怎么样是可以 让他出来跟 跟这些 接待这些游客 对 那他的身份 也许可以变成是一个 导览人员 那他也可以有相对的收入 可以来带解说 哦 对不对 好那另外 那有些大哥 他可能就会是 呃真的会做 做餐的 那我们就来聊 那有些阿姨 有些阿嬷 种的好棒 好会种很多有机蔬菜 一直不断的送给大家 因为他自己吃不完 送隔壁邻居 送给我 送给前面的阿姨 送给后面的阿伯 那也许我们就会去 媒合说 那有没有可能 他的菜 用很很 朴实的价钱 是卖给餐厅 啊哼 对餐厅也可以用到 哪里的餐厅啊 我们在地的餐厅 一样是有机村子里面的餐厅 对啊 对啊 他自己当然也有种 嗯 那是不是如果说 不够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来做 那当大家的 呃 大家都是自在的时候 我不要为了 一直要种菜 卖给你的时候 那个压力其实不会大 对 对那当这样子 因为我会觉得说 当大家真的是 生活在这边 而且没有那么 拘谨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的合作 其实才不会 嗯哼 冲突或者是说 那你种菜了 那我也种菜怎么办 对不对 嗯 可是这些对于他们 原本生活里面的介入 对 那个程度 对 都是志工的 都是志工的模式吗 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有时候是可以有几职 对 那这等于是把有机 把螺山有机村 当成一个社会企业在经营 可以这么说吗 对 对 我们希望是这样子 已经是这种概念在运作 对 我们已经是这种概念在运作 好特别 一个村子可以当 整体的一个社会企业 因为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包含我们这边 其实最有名的是 凝火山豆腐 凝火山豆腐 是 我们这边有个地形 它会凝火 一个断层 它有凝火山的冒出口 那这边的居民呢 就会 从日去期待就这样子了 会取这边的水 让它沉淀个两三天 当卤水凝结剂 然后去做出特殊的豆腐 那很多人也会因为豆腐 过来这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个豆腐 也会是村子里的 村子里面 特殊产品 对 名产 名产 对 那目前很多家在做 很多家 所以我们也会欢迎大家 来到有机村以后 可以去拜访不同的农家 来做豆腐 的凝火山豆腐的体验 那当然我们社区范围协会 里面也有这样子的 就是一群妈妈 在做豆腐 这样子 在老人家的部分 刚刚有聊了一下那个 你大概会去 设计哪些项目 那你说小孩的部分 你也很注重 对 小孩的部分可以设计什么 没有 小孩的部分 其实我会认为 我们给他的 可能就会是 看世界的眼光 所以其实我们跟 之前有跟 慈禁医院的朱医师 其实有 我们有去做 阅读角落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很多的朋友 都会来这边打工换素 那打工换素 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也许不是希望 我的朋友们 是教他的 教小朋友功课 而是我很希望 我的朋友 用他的兴趣来换 就他也许是个会计 可是他可能 很会刺绣 我就希望 他不要来 教我们会计 他来用刺绣 来教小朋友 那我会觉得 这边小朋友 其实缺的是 对外的那扇窗 那我就会希望 我的朋友 做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也许下次 大明可以过来 打工换素 跟小朋友聊 广播这件事情 我就心里 正盘伤这件事情 可以换几天啊 可以换两天到三天 对 没有就是 我们会觉得说 这边小朋友 我们会希望 给他外面 很多的刺激 打个比方 比如说 我们有之前的 朋友 广告界的朋友 他其实就是 带小朋友 做创意这件事情 比如说 让他们说故事 算过世了以后 让他们画画 画完了以后 让他们捏黏图 让他立体化 然后呢 小朋友就玩得很开心 他们也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也有朋友 是很精通 诠释 不能讲 精通四国的语言 所以就跟他们聊 对 然后这边小朋友 好可爱 可爱得不得了 他居然问我朋友说 阿姨 所以国外的小朋友 是哭ABCD吗 是哭 哭出来的声音 哭出来是ABCD 然后我朋友 就看完笑说 所以你哭是哭 啵啵啵啵啵吗 他就说不是 他就说对啦 那就跟你一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不同的人来到村庄 会给这边小朋友 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他就问他说 所以阿姨你在做什么 他就说我在说话 小朋友就说 所以说话是一个职业吗 对 他们就会很有兴趣 就会一直跟他讨论 问他的未来的工作 那我就觉得 我们能够给他的 可能不是金钱 可是可以给他 外面的世界 对 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对 就太令人惊艳了 好玩 我全部的开头都是好玩 对 因为在一个花莲副里 就一路上不管是从哪一个台九线 或者其他什么小路 也没有什么小路啦 走到这里来 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般 农村 很不热闹的地方 对 然后又是一个有机村 他其实有些环境上的要求 其实是也严格一点的 那感觉起来 他就是一个小范围的 一个很 感觉做着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很难去想说 在这里生活的小朋友 你竟然是要 可以套上一句话是 带他们看世界的眼光 我想说 在这个小布隆东 这里不能用 基布拉什鸟不声 但没有 这里很美 像是个世外桃源 可是那种感觉会像是 年纪大的人 想要放逐自己 然后想要退休生活 好好想轻浮 你怎么样 其实不太能够联想到 新生代在这里 能够感受到什么生命力 或者是觉得 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世界 你可以养成什么国际观 大概都以为那只有都会的小孩 资源很充足才办得到 这样很开心 最后我是真的非常敬佩一件事情 是你是真的懂得欣赏 老人家的才华的 为什么 就是刚刚讲这些东西啊 让他们开心快乐 而且听你说起来 他们很多年纪都很大了 是很有东西的 是宝贝 对 是有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点的 那年轻人不要都只忙着自己的生活 真的 对啊 有时候给自己机会 也给长辈机会 还蛮开心的 就是对 你知道我们家常常有蔬菜可以吃 就老人家都会拿一包蔬菜 所以这是奶嘎 对也没留名字 对不对 没有 他都会两三天会来说 你有收到那个蔬子吗 哦哦 对 相称最有人情味 最令人那个舍不得离开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也是义无反顾的 反正房子是买的吗 对 钱就砸在这里的 对 也没有什么好回头的 对 就这样子啊 就还蛮愉快的 好 那 最后我就想祝福你 要多注意自己身体 对 我今年这两年的课题是 我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对 所以一忙起别人的事 又太专注 太热情 栽进去的时候 然后这些老人家还叫我说 哎 你身体要照顾好 我觉得好好笑哦 对 居然是老人家跟我说 哎 你身体要照顾好 不是我跟他说 哎 你身体要照顾好 真的 他也是很聪明 他希望你好好照顾好 对 他们才有得玩啊 他们还想玩啊 有你在多好玩啊 对 我会带他们出去玩 谢谢孟真 谢谢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聊这些 你来罗山村之后的故事 感觉好像会让自己又更舍不得 这一趟旅程要结束了 因为太意外了 真的 对 现在是晚上了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到月和堂 对 来逛逛罗山村 是 然后趁着白天的时候 有些时间再好好体会一下 我现在就把要聊的故事 先收录到这里 我想我明天还有更精彩白天的活动 对不对 好啦 我会放过你 我自己好好去玩 谢谢孟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的节目场景都在台湾东部 最后介绍市集的部分 我们也来到了花莲 当你到花莲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过这里的原住民市集呢 其实在这里有着全国数量最多的原住民市集 透过市集 我们可以发现部落族人的日常饮食 而且可以进一步认识饮食文化 以及他们的生活形态 依照营运时间还有作物的特性 有分成三大类型哦 包括常态性的市集 季节性市集以及不定时的市集 常态性的市集主要是分布在 人口集中的花莲市区和附近的乡镇 包括吉安乡的黄昏市场 人里市场 以及花莲市的市巴市场 还有萨固尔野菜市集 光复乡第一市场 封冰箱大桥头市集等等 再来不定时市集 则是分布在部落附近 像封冰箱的港口农夫市集 光复乡的邦茶农夫市集 太巴朗农村市集 以及寿风箱的池南社区农村市集 以及水帘部落假热市集等等 那么季节性的部分呢 则多数是散落在省道路旁 因着季节性可能你很容易就会发现 卖了一些很明显的季节性作物 例如建筑笋 就是最近四五月份的时候 最常在路边可以看到的 别忘了采买这非常有在地特色的美食哦 下次当你再到花莲出差或旅游 别忘了留一点时间给原住民在地市集哦 谢谢你收听今天青农市集onair节目 网路上想听到更多农村故事的话 记得关键字迷迷之音 稻米的迷迷迷之音 下周一傍晚五点二十分空中见 拜拜